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历届精英女神都是金色战袍 赵丽颖却是银色 原因让人无法反驳 赵丽颖的银色战袍引发了广泛讨论 自从1993年首届精英女神评选开始举办以来 每一届精英女神都以金色战袍为标志 象征着她们在演艺圈的辉煌成就和非凡魅力 然而 最近一届精英女神评选中 赵丽颖引人注目的银色战袍打破了传统 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这一突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好奇 为什么赵丽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银色战袍呢 精英女神评选的历史严格 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影评颁奖胜典 精英女神评选自1993年创办以来 已经举办了20多届 每一届评选都囊括了当年演艺界的一线女演员 通过评委和观众的投票 最终评选出一位代表当年最杰出女演员的精英女神 而精英女神的标志性服饰也成为了评选过程中的一大关注点 精英女神的标志性服饰 长久以来 精英女神的标志性服饰都是金色战袍 这一选择寓意着女演员在电视剧岗位的辉煌战绩和无尽的魅力 金色战袍的设计独特 短款修身 能够展现女演员的好身材和亮眼形象 精英女神以金色战袍卫装束 更能展现出她们单纲的角色的英勇和坚强 而这也成为了精英女神评选的一大特色 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关注 赵丽颖成为精英女神的原因 赵丽颖作为当下中国电视剧领域的一姐 以其出众的演技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她不仅在《花千古楚桥传》 《老九门》等多部热播剧中 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 还在影评上展现了卓越的演技实力 赵丽颖的精湛演技和深情戏的处理 让她在观众中积攒了庞大的人气 这也使她在精英女神评选中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 除了出色的演技和人气外 赵丽颖所塑造的角色形象与精英女神的要求相符 精英女神评选不仅要求候选人的演技出众 还需要她们所塑造的角色形象能够与精英女神的精神相契合 赵丽颖在多部剧中饰演的角色多位坚强、独立、勇敢的女性 她们的形象符合精英女神所代表的力量和荣耀 与此同时 赵丽颖对角色细节的把握和演技的突破让她在评选中脱颖而出 《银色战袍》的背后故事赵丽颖选择银色战袍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意义 《银色战袍》代表着冷静、智慧和神秘 赵丽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她选择银色战袍是因为希望通过这个形象传达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感觉 展现自己不断突破和进步的态度 她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形象让观众看到她不断尝试新角色 挑战自我并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赵丽颖的银色战袍在评选现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讨论 观众们纷纷表示对赵丽颖的勇气和创新精神表示赞赏 有人认为这种突破传统的举动展现了赵丽颖的自信和个性 也让她在精英女神评选中脱颖而出 而也有一些质疑声音 认为这种变化不符合精英女神评选的传统和规定 结与赵丽颖选择银色战袍作为精英女神评选的装束 打破了传统的金色战袍形象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好奇 她的突破举动展现了她的勇气和创新精神 同时也表达了她不断突破和进步的态度 无论是赞赏还是质疑 这种变化都为精英女神评选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话题 作为观众 我们对于这种突破的态度应该是开放和包容的 艺术是多样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和表达自己的风格和创新 赵丽颖的银色战袍不仅是她个人的选择 也是对传统的一种挑战和探索 我们应该尊重并支持艺术家们 在创作和表演中的自由和个性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作为观众 你对赵丽颖选择银色战袍的态度是怎样的 你认为艺术家是否应该突破传统 展现自己的个性和创新 期待你们的评论和分享 突破传统 展现个人特色 赵丽颖选择银色战袍的背后故事 赵丽颖 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女演员 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角色塑造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认可 在最近一届精英女神评选中 赵丽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银色战袍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一届精英女神评选中 金色战袍一直是女演员们的标志和象征 那么赵丽颖为何选择银色战袍呢 这背后是否有着一段独特的故事 回顾金英女神评选的历史严格 我们可以看到金色战袍 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自金英女神评选创办以来 金色战袍一直被视为女演员们的荣誉象征 代表着她们在演艺圈的地位和影响力 然而 赵丽颖选择了银色战袍 这个突破传统的举动引发了许多猜测和讨论 金英女神评选的标志性服饰 不仅仅是一件漂亮的战袍 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女演员们穿上金色战袍 承载着观众对她们的期待和祝福 然而 赵丽颖的选择让我们意识到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照搬传统 而是要敢于突破和创新 赵丽颖之所以选择银色战袍 恰恰是因为她的出色表现和与众不同的角色塑造 作为一位优秀的演员 赵丽颖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不断挑战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展现了自己的多样魅力 她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 也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口碑和人气 正是这种与精英女神评选 要求相符的角色形象 使得她在评选中脱颖而出 选择银色战袍 无疑是一种勇敢的举动 这不仅是对传统的突破 更是对精英女神评选的一种致敬和创新 在这个变化多样的时代 我们需要敢于表达自己的个性和独特之处 赵丽颖选择银色战袍 正是在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不拘一格 独具个性的时尚态度 赵丽颖与精英女神评选的紧密关系 不仅仅体现在她的角色形象上 更体现在她的演技和人气上 精英女神评选不仅是一场评选活动 更是一次演技的展示和观众的选择 赵丽颖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广大观众的认可 成为了精英女神的候选人 她选择银色战袍 或许正是她与精英女神评选的和谐对话 向我们展示了她独特的魅力和时尚态度 在我的观点中 赵丽颖选择银色战袍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突破 在传统的束缚下 我们往往难以展现自己的个性和独特之处 而赵丽颖选择银色战袍 正是在告诉我们 要勇于突破传统 敢于表达自己 这种积极的态度不仅仅适用于精英女神评选 更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事业 最后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 在你的眼里 赵丽颖选择银色战袍是否是一种勇敢的突破和创新 你是否认同她的态度和选择 同时 你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和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